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局连续开了五次会议 强调了资本市场在证券市场对那些造假的欺诈的那些老总 玲珑冷严加惩处 从去年开始我数了一下 有19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老总被抓进去了 所以今年我们当时来讲会计报表造假非常厉害 299亿银行成款是虚构的 轻描淡写给他 哎呀对不起 我们出了一个小小的会计差错 为什么呢 我们银行账户多记了299亿 我的天哪 所以最近赵家的董事长负责人马兴天被抓起来了 当了大快人心 那么抓起来以后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我们的投资者损失是非常惨重 因为为什么呢 他造假上市以后呢 当时公司最高市是多少呢 1300亿 那么因为是吧 大家认为他销售收入非常高 盈利能力很强 现金领域也很好 所以就股价冲到1300亿 到前不久被他抓起来 我回口头来一看 股价价值多少呢 股价是120亿 也就是说 这个家伙的市值被缩掉了九成 就是股民投资他的钱被缩掉九成 那么抓起来以后 我们更关注的 应该怎么来惩戒 应该怎么来处罚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说 马兴田被抓了以后 应该判多少年 所以抓进去以后呢 我就来翻一翻 因为会计造假 他不是第一个 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 那么翻了一下 我们看看前面 最早从蓝天股份开始 宁广下 啪造假 我们要处理很多 一直到前不久 我知道还有几家很有名的 一个叫什么呢 万富生克 老总也造假 说他的曲夫牌 大米啊 等等等等 一上市 结果那个股票也一路飙升 一路飙升 后来发现 因为监管部门去查的时候呢 他拿错了一个假的U盘 那个U盘是个假账 结果拿着 哎呀 拿错了 我给你换一个U盘 你让人家监管部说 对不起 一查 假账 抓起来了 抓起来就判刑 你们知道判多少年吗 判了三年零六个月 判了三年零六个月 尽管判了三年零六个月 但是呢 他抓进去了 他老婆手上有股票 老婆在公司掏钱多少呢 1.39亿现金 坐牢三年六个月 结果呢 老婆掏钱1.39亿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 最近还有一家公司 也造假了 亚百特 这家公司造假 还惊动了当时外交部 他说我在巴基斯坦 还有什么乡母啊 等等等等 伪造的利润呢 达到多少呢 75% 虚假利润 因为他是借客上市 结果呢 也被我们证监会发现了 当然也是邮轮举报 外交部 说他们根本没有在巴基斯坦 有什么项目 结果也抓起来 抓起来 你们看看 应该怎么判 我告诉大家 他怎么判呢 九个月 判了九个月 而且不要到牢里去了 缓刑 一年 个人罚款到时候呢 15万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 股市在最高的时候 他们都套现了 所以呢 前面我们来看 那么多人判 最多就是三年多一点点 还有很多是判缓刑的 那我就在担心 马兴天应该判多久 回过头来 我给大家看 我们犯了下刑法 如果人家去抢钱 抢钱 抢了两万块钱 你们这要判多少呢 十年以上 是吧 那我就不抢了 比如讲 我去诈骗 诈骗 五十万以上 十年 是吧 比如讲 我去盗窃 去偷东西 偷东西 三十万到五十万以上 判多少 十年以上 但是我们这些上司公司老众 他们 比如讲 刚才讲的 马兴天 他把上司公钱 全部拿出去了 你们都拿了多少 九十个亿 他们把这个叫什么 叫占用 所以你看 我们很多 因为我们去翻翻 很多刑法处理 翻翻很多一些 公司法 证券法 里面规定的 造假 三年 但是你造假 所获得的利益 获得的收入 不考虑 个人罚款 六十万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资本市场 所以很多老总说 哇塞 这个资本市场 这个地方 傻子太多 骗子不够用 所以大家蜂拥而走 都要去什么呀 到资本 抓到了 抓到顶了 三年 是吧 那么谁我在担心 我马兴田是不是坐三年牢 又出来了 三年以后 又是一条好汉的 这一点呢 其实呢 我觉得 中国在这个 处罚的法律方面 其实是有很多空间的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 云南人家 上市公司 叫绿大帝 董上叫何学魁 是吧 也保障啊 虚假啊 上市了 欺诈 后来被政界会查处 查处完了 当然也 刑事拘留 判了办多少 告诉我 第一次也是这样 公司罚款400万 个人罚款60万 判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又不要坐牢了 是吧 判完以后啊 董上何学魁还不服 说我要上诉 是吧 他说我 为什么还要再做三年牢 是吧 我都把股票都交出来了 等等等等 是吧 但这件案子呢 最后呢 证监会不服 说怎么只判三年呢 哎呀 包括领导啊 我们证券法公司法 最多只能判三年 是吧 那么 说我就不相信 他没有什么其他税 后来要求检察院抗诉 检察院抗诉 完了以后呢 结果我们的绿大帝的董上 何学魁改判 十年 告诉大家 这也是到目前为止 中国资本上判了最重的一个造假董事长 那么 为什么要给他判十年呢 就给他讲 你不仅是会计造假 你还造假了金融票据 我们叫伪造金融票据罪 最高可以到十年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中国会计造假 证据造假 最高的 也就是何学魁 十年 够不够呢 我个人感觉 对比我们 一千三百亿的市值 省市的一千两百亿的股民来讲 我觉得根本不结合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美国资本市场 任何一个会计造假 起点多少 二十年 为什么这么规定 美国申请会讲 资本市场里面 你一诈骗 不是两万的问题 不是三十万五十万的问题 几亿几十亿啊 所以怎么判 他说起码来讲 要比抢银行判的还要重 他说你抢银行 那一卡车去抢 也就几百万现金 你到资本上去一抢 一千亿 两千亿 所以你看 美国安南公司也好 美国世界通信公司也好 一判多少年 东上 二十五年 十万 老底坐穿 还有那个叫 麦道夫 也是证券上造假 判什么样 终身监禁 永生不得出狱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国家过于 金融稳定发展局 最近出了很多措施 非常好 大快轮心 曾抓进去那么多 我们资本上会计造假的 票据造假的老主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的法律不修改 如果我们的处罚的条款不修改 还是能判个一年两年三年 判个缓刑 我说不注意 正是我们这些资本上造假的人 所以我呼吁呢 能够什么时候 进不来修改我们的刑法和证券法 对于这些严重会计造假的 对我们欺诈这些股民的 希望让他们牢底坐穿 只有这样 我们的资本上才能稳定健康的发展 谢谢大家收看